礼拜天的下午让我们来继续Vlog 今天带大家去到我们孩子上的私校所在的城市 叫做San Juan Capitreno 去我之前住在我们同小区的一个邻居家里面 他新家在San Juan那个地方去做客 那顺便也问他一下 离开耳丸之后在远离耳丸之外的非华人城市 生活体验上的差别是什么 如果大家还不熟悉的话 这个城市叫做三晃 那个J是念H的音 应该是西班牙语 所以是San Juan Capitreno 不是San Juan 如果你在南加州看到一些J的发音 你觉得很奇怪的话 就念H就好了 比如说有些人他不是叫Julio 他是叫Hulio 我们的原地名叫Hulio 他叫Hu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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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较害羞 那就我来替他讲了 先介绍一下他的一些收藏品 大家看这个是什么 非常古老的一个八音盒 而且是还可以用的 听 他还是一个酷爱收藏屏风的人 这个屏风是从日本拍卖回来的 好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但保存的很新 包括楼下那个屏风 他说是小时候陪伴他长大的 对 房子非常有品味 就是西式的这种美式的房子 全面翻新过 配上我们东方的这些固件元素 很惊艳 然后他们家特别多这种小东西 也很好玩的 这个是一个床头灯 但它里面是有温度的 所以可以把香薰给融化 你就不用点那个蜡 房间里面也有香气 也有味道 这个是一个迷你的仿真歌剧院 这边是他的另外一些收藏的八音盒 八音盒 好多 他是酷爱收藏这些东西的 今天过后 我觉得我应该也开始收藏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不只是全是数码产品 我们家什么东西多 就是各种数码装备多 但一点那种品味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这种过去其实我有一些这个暗号 渐渐的我给丢失了 像这种窗边的这种小桌凳 同志的小把手 回到我们大尔湾这两个地方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我们朋友这家比较低调不愿意上进 对我们待会转述一下他们在这在那边住了一个月 这个男生是在尔湾住了20年 在那边住了一个月 他们的一些感受 但在那之前先带菲安娜去看一下医生 Urging care 菲安娜你怎么了 她的手上出了点小问题 好像有点发炎了 平常不看病的菲安娜好害怕的 其实没事 她就是手可能是碰到了之后没没小心 然后现在发炎了 那不是碰到应该是咬到 可能是被自己咬破了 然后发炎了 It's ok It's ok 宝贝在这里 你可以去演戏 你开机开机 你这个时候我就 不要 医生过来说要给他那个扎一下 给他那个里面的脓挤出来 但是会给你抹那个cream 抹麻醉气的 如果没有cream了 那就是 她会就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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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陪你炸我也炸一下好不好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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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炸 这样子我先给爸爸炸好不好 我先给爸爸炸 你好我给爸爸炸完了你炸好吗 这样也不行 你都不给我这个机会炸它 可以吗 你可以炸它但不炸我 没事没事 不要炸 不要炸 炸了两下 把那个笼给排出来 好了 没事了 他不炸我很多事 有什么事 很疼 很疼 平安娜好凶的呀 平安娜你怎么这么凶啊 你都不知道有事呢 什么事 很疼的 很疼的 还抹了那个麻雀还疼吗 还疼 现在我就可以拿这打你了 哈哈哈 亲一个亲一个 刚才是谁在那哭啊 嗯 尔湾在洛杉矶的东南方向差不多40英里 那San Juan Capriceno呢 在尔湾的再东南方向20英里 我们这个之前的邻居就住在我们家隔壁一条街道 就对我们家200米 他们家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跟我们孩子在一个学校 他们后来决定要搬到学校旁边的小区 which is San Juan Hills Hello Rex 我就在喜客 你要用速度打在高度 好久好久了 这个球是干嘛的 这个球好久 我也这么好久 我都把我位置掐住了 Rex 之前上进过的 Hello Hello 老客人卖了Costamisa的房子 搬到Lake Forest 院子搞好了 邀请我们再去参观一下 在Lake Forest买了一个边角户 特别大的院子 然后每次来的时候 我看她的发型 羡慕也二十多岁的人 十年以后我也就没了 应该秃了 我这个头发只能靠烫发 勉强硬撑吧 这该怎么样 挺好 我觉得还是大路好 这个 这是M8 我觉得还路好 今天没有按照计划拍成这个视频 本来想采访一下我们之前小区的邻居 问他跟住在我们小区的时候差别有多大 但是他不太好意思上进 他新家我也没好意思 人家刚装修完 对他自己装修的 他自己设计 然后看着装修的 整个一个旧屋子全面翻新了 对我也没好意思拍人家的那个house tour 对所以这个话题呢就 就我转述一下 转述一下 主要是几个方面的差别 第一个方面是 你叫什么 第一个方面是气候 我们之前一直认为说 只有新港或者是非常靠近海边的地方 是那样的气候 但其实不是 他们家就是三晃 他家后院对着的山 那边就是海 离得也没多远 所以气候跟新港很像 他说早上和下午都会阴沉沉雾满满的 不是雾满了 就是雾气 雾气比较重 海上面吹过来的 然后气温显著的低 比耳王要低好几度 他说他每天晚上都要开电热毯 他可能会比较怕冷的这种 然后空调基本上制冷用不到 全制热 壁炉会一直开着 对 所以气温气候有差别 第二个就是生活方式 耳王的话这边就是比较热闹 比较繁华 比较吵 他那边他说非常安静 晚上就是静的 他说小孩都睡得比以前更好了 可能因为他们那边自然环境也更好一点 就耳王这边的话密度比较高 包括排放各方面都也没那么好 他说那边就感觉像天然养疤一样 就他家院的外面就是山 然后说呼吸啊 包括安静也就是小孩睡得特别好 对所以感觉生活方式差异还蛮大的 然后他从之前往学校去送孩子 变成了现在不再接送孩子 但是会往耳丸来跑 就是采购啊 包括孩子的课外班 这是为什么我们讲 我们还没有想要去班长那边做的原因 就因为我们暂时还离不开这里 不过他们都已经现在蛮习惯了 取消了很多耳丸的课外班 然后开始在三号那边找资源 对 没想到他不好意思上进 对 maybe下一次吧 下一次做一个更深度的采访 我这个转述非常肤浅 sorry